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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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 齒風車繪本故事劇場 我是月亮先生 我是史杜瑞叔叔 今天我們要講的故事是 水鬼城隍 中國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沒有這麼恐怖 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故事 就是在講一個水鬼如何變成一個城隍爺的故事 喔 水鬼變城隍爺喔 對啊 在講這個故事之前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好啊 這個 淹屎的鬼叫什麼鬼 水鬼 那貪吃的鬼叫什麼鬼 貪吃鬼 那肚子餓的鬼叫什麼鬼 餓死鬼 那擋人入的鬼叫什麼鬼 擋人鬼 不是 拍誰救鬼 喔 拍誰救鬼 對對對 很可愛耶 對 所以今天要講這個水鬼城隍 它其實是一個很可愛 很溫馨的故事 喔 沒有這麼恐怖啦 好啦 那我們就來 說故事囉 從前有一個園外 它有非常多的田地 每次只要秋天收成的時候 它都會坐著轎子去收租金 所以它的轎子上面 總是放著很多的金銀採訪 有一年啊 園外又出去收租了 這一年的收成特別的好 轎子裡面堆滿了銀子 眾的轎夫差點抬不動 這兩個教夫啊 起了壞心 計畫要殺死園外 搶得這些銀子啊 第二天 教夫抬著園外 經過了一座橋 他們看四下無人 就搶走了銀子 把園外 連人帶叫 丟下橋 這可憐的園外 就淹死 變成水鬼了 跟這個時候 跟這個時間 哎呦 河邊啊 住著一個年輕的漁夫 跟他的老母親 漁夫啊 非常的孝順 他呢 每天的抓魚 捕魚 賣魚 照顧老母親 但是 這水潛的地方啊 抓不到魚 水深的地方 又太危險 啊 即使這個漁夫 每天很辛苦的去捕魚 但是他捕到的魚蝦 實在不多 唉 漁夫喜歡在吃完晚飯之後 喝兩杯酒 有的時候 他會把酒倒到河裡面說 水中的好兄弟 也一起來喝一杯吧 有一天 漁夫正在喝酒 沒想到 突然之間有一個人 走過來跟他說 大魚的小兄弟 我們結拜好嗎 為什麼我要跟你結拜呢 唉 我說出來你別害怕 其實我是個水鬼 哈 沒有這麼恐怖 哈哈哈哈 就住在這河裡 以前常喝你的酒 又見你是一個孝子 所以決定幫助你 我們結拜之後 你要抓魚 只要站在這水裡面 大聲的喊 好兄弟 我來了 咳咳咳 我就會把魚趕進網裡 哦 好兄弟 我來了 咳咳咳咳 我剛剛 不小心噎到 沒有咳嗽 哦 誤會 漁夫雖然不相信啊 可是也不想得到什麼幫助 但是他看這個水鬼十分的誠懇 想想答應了也沒什麼壞處 於是就跟這個水鬼呢 結拜成兄弟了 第二天 漁夫來到了河邊 大叫一聲 好兄弟 我來了 水鬼啊 真的把這個魚 都趕到了漁網裡 從此啊 這個漁夫啊 就滿載而歸 和母親的生活也越來越好啊 嗯 日子過得很快 嗯 水鬼每天和漁夫都喝酒聊天 水鬼再也不寂寞了 有一天晚上 水鬼上岸來找漁夫喝喜別酒 你要去哪裡啊 啊 我要轉世做人啦 轉世做人 原來水鬼要投胎做人 必須要找一個替身 也就是說 必須一定要有人淹死 他才能夠重新投胎啊 漁夫問 誰是你的替身啊 水鬼遲疑了一下 又思考了一會兒 我 又考慮了一下 誒 哎呀 反正啊 我們這麼要好 我也不怕告訴你 明天中午啊 會有一個富人 來洗菜籃 到時候他的菜籃啊 就會掉下水 他為了撿菜籃啊 就會失足掉下水 這個時候 我就有替身了 哇 這漁夫一聽完 嚇出了一聲冷汗 哎呀 水鬼再三交代他 千萬別說出來 要不然 我就沒辦法投胎轉世了 哎呀 這個漁夫啊 一夜難眠 他心裡面想 這不說出來啊 這個富人就會死 但如果他說出來的話呢 他的水鬼好兄弟啊 就投不了胎 怎麼辦呢 唉 第二天中午 漁夫來到了河邊 真的來了一個大肚子的富人 那大肚子的富人啊 真的在洗菜籃 菜籃真的掉到了河裡面 哎呀 這富人還真的一步一步走下水 漁夫忍不住大聲的叫 不要 不要過去 會淹死的 富人驚醒 揉揉眼睛說 哎 哎 我明明看到有一棟大皇柱 還有一個婦女僕叫我買菜 怎麼就走進水裡了呢 晚上 水鬼就跑來抱怨了 哎呀 你怎麼攔住富人害我沒辦法投胎啊 哎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說話呢 我不是人嘛 對呀 哎 你沒看到嗎 那個富人大肚子耶 如果她淹死的話 等於害死兩條生命 這樣你會心安嗎 哎 沒辦法 只好待等機會吧 過了幾年 水鬼好不容易又有機會 是一對新婚的夫妻 剛結婚兩天 要回去拜見岳父母 哦 結果在回家的途中 新郎發現他的竹籠髒掉了 他跑去洗竹籠 結果竹籠被衝到了深溝裡面 新郎想要去撿 就會淹死 水鬼啊 非常的高興 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漁夫 但是他再三的交代 這一回無論如何 都不可以告訴任何人 不然我就沒辦法投胎啦 哦 這不說還好 一說不得了 漁夫又想了一夜 他決定要到水邊看看 再做決定 第二天 果然跟水鬼說的一樣 這個新郎啊 馬上就要淹死了 這個漁夫啊 趕緊大喊 趕快回來 危險 還有新郎嚇了一跳 趕快走上岸 到了晚上啊 水鬼又來找漁夫了 唉唷真的很對不起啦 可是你看他們 夫妻才剛結婚 如果新郎淹死的話 新娘會很難過的 沒關係 大概 是我交錯朋友啊 蛤 大概 是我機緣還沒到吧 日子過得很快 一晃又是好多年 水鬼又來找漁夫了 這一回我真的可以投胎了 明天啊 會有個小夥子經過這 誒 話還沒說完 漁夫馬上打斷了他的話 什麼都不要說 免得我又忍不住壞事 嘿呀隔天啊 漁夫忍住不到河邊去 心裡面想 嗯 水鬼兄弟應該順利投胎了吧 趕緊的時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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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鬼就出現在他的面前了 咦 你不是去投胎了嗎 我看啊 那個年輕小夥子才十來歲 我不忍心傷害他的生命 沒想到炎王知道之後啊 認為啊 我心腸好 寧可受苦也不要傷害別人 決定嘉獎我 帶我去城皇管理大小鬼 我馬上就要上任了 這一次來 是來跟你道謝還有辭別的 說完 水鬼就不見了 真是恭喜 這 還在這 恭喜恭喜 走啊 這一天 城裡蓋了一間新的城皇廟 村民都說這個城皇也很靈喔 漁夫也帶著貢品要去拜拜 他在燒香拜拜的時候 覺得這個神像 產生了一種很親切的感覺 好像在哪裡見過似的 欸 祭拜完之後呢 他收拾好貢品就要回家了 一路上啊 說也奇怪 這裝貢品的竹樓怎麼越來越重 一到家啊 就重的再也拿不起來了 結果發現這竹樓裡面 竟然都是金元寶 哦 原來這些貢品 不知道什麼時候變成了金子啊 哎呀 漁夫和母親非常的開心 因為有了這些錢啊 漁夫就可以好好的侍奉母親啊 就不用每天冒險捕魚了 耶 故事說完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好心會有好抱的 還有呢 去水邊玩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安全喔 沒錯 好那我們今天 直風車繪本故事劇場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